好 那个焦点来看到台湾民主基金会改选案迟迟都没有下文 那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黄玉玲更在立法院说 等立法院长韩国瑜通知遭来因痛批不尊重 民主基金会发布了新闻稿指出说 基金会直到3月28号都等不到立法院长韩国瑜发出开会的通知 形同是再次把没有开会推给了韩国瑜 那外交部最后是决定说在4月10号的下午要开会 对此类似王宏威就反问民主基金会以及外交部说 你们有去问韩国瑜第一次开会的时间以及讨论内容吗 4月10号来召开董事会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时间之前 不管外交部也好或者民主基金会也好 完全没有跟韩国瑜商量过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一个未来即将要接任基金会董事长的韩国瑜立法院院长 为什么民主基金会可以完全不尊重这个韩国瑜 他对于就是未来一个开会的通知 他甚至还在新闻稿里面讲说 迟迟等不到韩国瑜的开会通知 但是我也要反问民主基金会 反问外交部 你们有去跟韩国瑜去商量这个开会的时间 还有第一次开会到底要讨论什么样的事情吗 到目前为止我所了解就是上个礼拜 应该是星期五的时候 他们就是临时性的把开会通知 交给就是发给所有的董事 这些董事事实上都觉得莫名其妙 之前完全没有召会 连韩国瑜都是如此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请问一下召开这个基金会的第一场会议 到底你是不是要继续的来卡寒 或者架空寒 到现在为止也不得而知 蔡政府是一再自称说自己呢 是最会还债 结果现在被审计部报告打脸 因为审计部就点名了 蔡政府未偿还的债务是超过了5.6兆 审计长陈瑞敏今天他有最新的回应 把时间交给陈佑 好 总共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蔡政府自称自己是最会还债的政府 但是呢 透过审计部的报告 似乎是直接揭穿了蔡政府的谎言 尤其审计部的报告里头呢 有点到蔡政府呢 特别预算常态化 而且呢 任内就编了超过2兆的特别预算 然后现在未偿债务还超过了5兆元 等于说呢 是不是有再留子孙或者是再留真孙 但是这些数据呢 让执政党非常的不满意 甚至认为呢 审计部提供这个报告 根本就是让蓝白来捡到枪 一起来炮轰蔡政府的财政纪律 而今天审计长陈瑞敏来到立法院 我们也一一的询问 这些数字到底正不正确呢 我们来听陈瑞敏的最新回应 可以问一下蔡政府他编列两兆多的特别预算 那这是一个漏型吗 你觉得特别预算常态化您认同吗 那蔡政府未常债务是不超过5兆 那这个部分您觉得是再留真孙 谢谢 那被那个行政院 这个令委希望删除这个联系的特别预算 是不是接下来会影响到未来的预算 被总统捕害行政院质疑数就会觉得很委屈 有没有被监裁认施压要设发言人来澄清呢 好 大家可以看到沈记长面对媒体的追问 他就只能傻笑应对 包含我们问他说 现在到底是不是蔡政府里头的债务 已经高达了5.6兆 那这个部分是再留子孙还是再留真孙 只能看到沈记长笑得很尴尬 但是都不敢做出任何的回应 可是过去监察院还有绿营 就是希望沈记长能够事实的澄清 但是面对媒体的追问 这么多的问题都给沈记长 他却是这样子傻笑应对 恐怕沈记长应该又会再被绿营 开始提出质疑了 我们这一节的国内最新 所以邱国正他之前是口头请辞嘛 但是获得了总统府的位留 所以答案似乎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让人很讶异的是 一向宣称严打认知作战 阻绝境外势力 甚至是修法严惩偷拍跟散布性影像 以此来保护被害人的法务部跟检调 从案发至今都没有出声 这个也让外界认为这个案情 恐怕并不单纯 不过有法界人士就表示说了 本案呢是涉及的偷拍 以及散布性爱片等罪行 因此法务部和检调机关 恐怕是无法视而不见 随着520赖清德的就职日 倒数新的内阁人士 持续引发各界的猜测 而有知情人士就透露说了 新内阁的人士将在清明廉价之后公布 而民进党前主席卓榮泰 日前出席了云林同乡会 就被众人喊说是卓院长 那他本人则是表示说 最近跟赖清德碰面的时候 两个人谈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并没有包含院长的问题 那民进党立委许志杰则是表示说 卓榮泰跟赖清德相当有默契 许多中生代都喊他说是大师兄 那府院党的历练也很完整 确实如媒体说的呼声的确很高 那另外外传林家龙 现在也还是口袋名单之一 来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 在今天宣布明天将会出访新加坡为期三天 预计六号凌晨会返国 卢设院就表示了 新加坡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 我们有深厚的情谊往来密切 强调这一次的出访是城市交流 会更深化与新加坡的情谊 至于是否会见到高层 那卢设院则说了 该见该谈的都会进行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已经四年没有出访了 那因为去年开始国境就解封 所以有很多的国家陆续来邀请 希望能够参访 那也因此呢 要跟大家报告 那从明天开始呢 我要出访访问新加坡 那时间是明天 4月3号到4月5号 为期三天 那4月6号凌晨呢 就是会搭击反国 新加坡呢 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好朋友 那我们一向有深厚的情谊 同时也往来密切 所以这次的出访呢 不仅是城市外交 我相信对于深化以及加强 我们跟新加坡的情谊 也会很有帮助 参访考察的重点呢 那第一个呢 就是有关于新加坡的热卖会 那我们知道我们台中市呢 那这五年以来 办这个购物节 办得非常的有成效 那同时新加坡 他们国家举行的 每年度的热卖会 也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 商业行销活动 所以我想我们彼此 会有一些交流 市长可以知道 新加坡会见到你们谁呢 我要再次的谢谢 新加坡政府给我们的协助 那所以一切的行程安排 都相当的顺利 所以该见的 该谈的都会进行 官方的要求 还是民间单位的要求 我们跟新加坡 中华民国跟新加坡 一向有很好的情谊 我刚才特别提到 往来非常的密切 那所以出访的计划 其实一直都有 新加坡只是第一站 那未来其他 我们还会陆续的安排 那至于这个 如果有具体的结果的话 会再向大家报告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队长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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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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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